我们非常地欢喜在九月份的时候 国语堂和粤语堂 大家能够联合的聚会 我们很开心 九月份国语堂和国语堂的聚会联合聚会 人多有的时候不容易认识 人太多 有时不是这么认识对付 我要请那些在国语崇拜聚会的弟兄姐妹 你们站起来好不好 国语崇拜的弟兄姐妹 国语的弟兄姐妹 你们站起来 那坐着的就是广东堂的弟兄姐妹 那你们跟他们握个手 大家彼此问好好不好 请大家彼此名安握手 彼此欢迎 谢谢 好 大家请坐 这个 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呢 语言能力很强 他们国语也会听也会讲 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呢 语言能力比较强 讲国语也会听也会听 讲国语的弟兄姊妹呢 我们基本上只会国语 广东话就不太行 不用翻译了 真的 那么 但是我们经常也在学是吗 我们大家沟通吧 我们要每次一同学习 大家可以沟通 我知道你们说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早安 我知道你说的最好就是早晨 早安怎么说 你看说的多标准 这个也跟谁教你有关系吧 谁能够教你很有关系 那么今天再教你一句 今天再学多一句 你们学过了但是忘记了 你们学过了 不过可能忘记了了 这个学习 那么你们就用国语念 一句一句一句 一次一次念 念 耶 收 真 海 猪 猪猪都猪 整句一起念 耶 收 真 海 猪 就是耶稣真是好 广东话的弟兄姊妹 他们讲得好不好 讲得不错嘛 是吗 那我试试看广东话的弟兄姊妹 你们跟我讲国语给我讲一次 广东话你用国语读这句出来 要讲得标准 讲得标准一点 不要讲耶稣 真 喜 猪 这样 耶稣真是好 广东话的讲一次 一二三 广东话你用国语读这句出来 耶稣真是好 你看 大家都行 大家都行 大家都可以谈 那我们可以学习 慢慢一些简单的话 大家有一些交流 和一些简单的说法 大家可以交流 我们在这个新的年度 一再提醒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在这个新年度 要提醒大家 我们在一个重要的时刻 因为大概六个月之后 我们应该可以奉献 这个宪堂典礼 新堂可以使用了 大概六个月之后 我们这个新堂 可以有宪堂典礼可以使用了 明年也是我们可以庆祝教会 三十五周年的时候 明年都是庆祝教会 三十五周年 希望那个时候 也能够安立一些的指示 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进入 这个很兴奋的时刻之前 但未转入这个 这么兴奋的时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基础 我们回到我们的基础 到底我们在这儿干嘛 我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就要回到 我们的意向使命 要回到我们的意象和使命 我们要成为一个被征门徒的蓬勃教会 去延伸更多这个蓬勃的教会 我们成为一个陪伸门徒蓬勃的教会 以至于在外面 继续衍生更多蓬勃的教会 这是教会给我们教会的使命 这个是给我们教会的一个使命 什么叫做蓬勃的教会呢 怎么才是蓬勃的教会呢 那我们说我们学习四方面的表现 有四方面的表现 一个是爱的生 一个是活的真 然后呢 舍得给出得去 就是外的生活的真 舍得吸出得去 那么我们上两个礼拜说了 爱的生说了活的真 上两个礼拜我们讲了 外的生活的真 今天应该说什么呢 今天应该说什么呢 舍得给 第三是舍得给 第二个三个的重点 但是我们一说舍得给的时候呢 大家马上想到十一奉献 一个舍得给 大家只想到十一奉献 牧师要讲钱了 牧师又在那里讲钱了 那也讲钱 都会讲到钱 但是舍得给的概念和圣经的基础 比你想象的还要扩大 这个舍得给的 那个圣经的教导概念 比我们所能够想到的更深 我们是来谈管家 做上帝的管家的概念 我们是讲的 我们做上帝管家的一个概念 那么当我们谈到 做神的管家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回到 神的创造里面来谈 当我们讲到我们作为神的管家 一定要回到神的创造来说 我们就回到那个管家职份的圣经基础里面 我们回到管家职份的圣经基础 在那个圣经的基础里面呢 神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 给他四个指示 四个命令 在这个创造的时候呢 神给亚当夏娃四个很重要的使命 第一个呢就是要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第一个就是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 这里说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要治福贪污 又要贪污书 要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治满者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各样的换物 神要求有生产力 要求他们工作 结果累累 不单只是生养众多 儿女众多 而是神的国度的扩张 这些都在扩展当中 我们看到管家的神学 是基于神的创造 管家的神学是基于神的创造 这个创造的预令的延伸 就是要我们有美好的成果 这个创造的预令所产生出来 就是要一个美好的成果 所以教会在一起的时候 不单只是彼此相爱 彼此照顾 我们也学习 能够产生更美好的效果 所以教会在一起 不单只是说我们比较相爱 我们更加要产生美好的效果 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呢 要管理权力 就是要管理全地 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 我们一起来念 第一章26节 我们一起读 大家一起读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指示亚当夏娃要管理全地 神指示亚当夏娃要管理全地 神指派我们来代表他 来管理这个地上 来荣耀上帝 神指派我们来代表他 来管理全地 来荣耀神 可惜今天呢 我们人的罪信和人的自私 把这个地球经营的乱糟糟 但很可惜今天 因为人的罪 人的自私呢 搞到这个地球乱七八糟 我们今天都生生的被污染的情况 严重的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今天受到污染 很严重的影响破坏 这是神的第二个指示 这个是神第二个指示 以后呢 神给他们第三个指示 神给他们第三个指示呢 就是要修理看守伊甸园 就是要修理看守伊甸园 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 作者的二章十五节 我们也一起念 我们也一起读 耶和华神 使来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伊甸园 修理看守伊甸园 神在这个地方 给亚当和夏娃 一个很基础 一个生态科学的基础 这个是神给亚当和夏娃 一个很基础 生态科学的基础 因为在修理看守 这个伊甸园里面包含了 彼此对待 对待动物 对待环境 这个修理看守 包括彼此的对待 对待动物 对待的环境 那是整个一个生态 这个整个的生态系统 不是去剥削 乃是负责任的修理看守 不是剥削 而是负责任的修理看守 什么叫做负责任的修理看守 怎么叫做负责任的修理看守呢 就是避免带来破损 就是不要带来那些的破损 带来一种有次序 有美感 能够延续 保存的好的一种生态 带来次序有美感 保存得好的一种生态 就是神给亚当夏娃 第三个的责任 这个就是第三个责任 然后上帝也给他第四个 要为动物来命名 第四个责任 就是为动物来改名 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九节 《创世纪》第二章十九节 我们也一起来念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 各样走送和空中各样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了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神学家说 这就是科学的诞生 认识你的环境 能够辨别物种 类别形态 能够辨别物种 类型形态 能够认识我们居住的环境 而且关注他的优质 我们注重我们环境 注重留意他的需要 那总的来说 总括来说 管家职份就是使用 神所示的管理权 来治理权地 管家就是用神所逼的治理权 去管理整个世界 借着细心的照顾 借着细心的照顾 负起责任 扶起责任 维持保护和美化神的创作 维持保护甚至美化神的创作 用这种责任来荣耀我们的上帝 用这种责任来荣耀神 因此在这个基础里边 我们要与大家来分享 管家职份的圣经原则 刚才是圣经基础 现在是在那个基础上 拿出一些的原则 刚才是那个基础 现在基础上面建立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 就是所有权的原则 在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我们一起念 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我们一起读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是耶和华 原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在里边都是耶和华 能够拥有这一切 他拥有一切 神就委派我们做管家 做经理人 甚至包括我们做管家 做经理人 那我们是管家 是经理人 就要顺服神的指派 来管理全地 这个管家的职份就是承诺把我们自己和我们所拥有的资源 用来服侍上帝 为神服务 这个管家就是说 我们要运用我们自己所有的 将自己所有的 用在这个事上面 我们不常提醒弟兄姊妹这个教导 我们不是很经常听听姊妹这个教导 但是他是创造者 但他是创造者 他拥有一切 他拥有一切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 我们所有一切属于他的 这个 一个学者叫做路易斯 一个学者叫路易斯这么说 他说你的一切 你思考的能力 或者活动手脚的能力 都是神所示的 他说你的一切 你思考的能力 甚至活动手脚的能力 都是神所示的 如果你把生命的每一刻都奉献出来 单单为他所用 他说如果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奉献出来 单单为他所使用 你无法给予神任何东西不是原本已经属于他的了 你无法给予神任何的东西不是本来属于他的 意思是说今天你能够用来侍奉上帝的声音啊 动作啊 身外之物啊 各样的东西都已经是属于他的了 就是说今天你所运用我们所运用的一切 我们的声音啊 我们的动作啊 我们的身外之物啊 其实本来就属于神 因为他有拥有权 因为他是拥有者 所以你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任何事情 包括时间经历 各方面家庭 都是跟神借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时间 但今前精力 其实都是从神借回来的 不是我们的 是他借给我们暂时使用 不是属于我们的气力 借给我们 让我们暂时使用 因为他有拥有权 因为他有拥有权 那意思是说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能够使用的资源呢 都有一个所谓的有效日期 所以就是说 今天我们所拥有一切 拥有权里面呢 其实是有个有效日期的 就像你们买东西的时候 那个食物呢 在那个包装的底下呢 就盖上了一个有效日期 早上你买食物的时候呢 包装下面印上个日期 有效日期 最近吃这个月饼 大概有效日期 一个月左右吧 你吃个月饼 是不是有效日期 大概一个月左右啊 冰皮呢 两个礼拜就差不多 冰皮月饼可能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过后呢 最好不要吃 因为恐怕开始会有问题了 两个礼拜之后 最好不要吃了 因为怕开始变化有问题 那你说我们呢 我们有没有有效日期啊 那我们这个人呢 有没有有效日期啊 有没有 有没有啊 哎呀你们都点头啊 你个人都点头啊 你们都承认啊 我也承认啊 你都承认 我都承认 我想请问你 我们这些人的有效日期 多久 请问我们有效日期有多久啊 哈 只要房子不要塌下来是吧 我们的有效日期 多久 我们有效日期有多久呢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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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 随时 想一想看 你想一想 有谁知道你的有效日期多长 有谁知道你的有效日期有多长 你说现在健康好 生命好 吃收铁场 我们到八十米问题 你想想我们今天生命好 健康好 八十岁都没问题的 谁说呢 你真的能够到那个目的地吗 你真的可以到那个日期吗 想一想看 我们这个人的有效日期 真的是随时候命 我想一下 想清楚 我们的有效日期 真的是随时候命 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从上帝借来的 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从神借来的 这是拥有权 这个所有权的原则 这是拥有权 所有权的原则 请你一定要记得 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尽责任的原则 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知识 为神奥秘士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 就要他有忠心 保罗说 我是神奥秘士的管家 奥秘士就是 这个福音 就是福音能够传到外邦人的这个奥秘 他说我要好好地管理他 那对管家的要求是什么呢 对管家的要求是什么呢 这里说什么 只有他有 忠心 他要求的管家 他要求的管家就是要有忠心 他要求管家是要忠心的 神是有万物的所有权 神是有万物的管有权 神有权力支持一切 神有权力支持一切 我们是管家 我们只是管家 各位弟兄姊妹 没有一个人有百分之百的那个忠心 突然之后有些 我一个人有百分之百的忠心 做不到 做不到的 我们尽力而为 我们是尽力而为 那个就叫做忠心 这个就叫做忠心 忠心就是尽力而为 忠心就是尽力而为 你们在教会服侍 有一个岗位的弟兄姊妹 或者服侍任何一样的事情的弟兄姐妹 有个家庭 有儿女需要照顾 你的要求 神对你的要求 就是要忠心 要敬哲 我们今天侍奉的有刚位 但我们有家庭 有工作 我们面对这些服侍的时候 我们要尽力而为 因为这一切不是我们的 是神的拥有的 因为这一切不是我们的 是神拥有的 那我们怎么样敬哲呢 我们怎么能够尽力而为 你要看一看神给我们的说明书 就好像你们去IKEA买东西 就像你去IKEA买东西 他的那个家具呢 全都给你自己去把它装配起来 买回来的家具呢 要自己装的 特别是男人 特别是男士呢 这有什么难 有什么这么难呢 我装配多少个 我能弄过几多个了 拆开来就装装装装酒 走开它就自己砌好去了 完了之后 多有成就感 很有充足 怎么还有多块木头出来 因为之后多了一块木在这里 厂家出了问题 当然是那間床有问题了 他们在装配这个盒子的时候 不小心多丢了一块木头在里面 男人从来不承认我有问题 男士同样都不觉得我自己搞错了 以后再努力发现 哎呦 我少装了一块 后来才发现 哎呦 漏了一件 整个要再重新拆 拆了之后把它放上去 越重新拆开又重新再拆一次 你得看说明书 要看说明书 就不会搞错 那就不会搞错了 上帝给我们的责任要尽责 但是必须看上帝的说明书 我们要尽责 所以要看神给我们的说明书 怎么管理好我们的家 怎么管理好我们夫妻的关系 儿女的关系 怎么管理我们的家 管理夫妻的关系 管理和子女的关系 这是尽责的原则 这个是尽责的原则 第三个是问责的原则 第三个就是问责的原则 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第19节 马太福音25章19节 我们一起读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责 这个马太福音25章第19这个地方 特别提到那个财干分配资源的比喻 这个马太福音25章特别讲到 财贯分配的一个比喻 耶稣说有个家族 他有把五千两分给一个主人 把两千两分给他 把一千两分给谁 然后这个主人就走了 这个主人就走了 但是过了许久 那个主人就回来和他们算责了 过了一段时间 主人回来就和他们算账了 你批什么算账啊 你凭什么来算账啊 因为不是你的东西 因为那个本来不是你的 如果是你的东西 你怎么用 怎么烂 怎么浪费 那是你的事 如果那个人是你的 你怎么用 怎么浪费了 你的事 因为不是你的东西 所以我来算账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的 所以回来算账 因为是我的东西 所以我有全要求 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弄好 因为本来是我的 所以我现在要求你 怎样做得好 我们有一天都要 到上帝的面前 调章的 所以有一天到神面前 我们要调章 在今年7月17号 你还记得吗 今年7月17号 你记得吗 一个美国航空公司的机械员 叫做Alami 因为布满工会和美航之间的 劳资交涉一再拖延 没有办法达到协议 他就破坏那个航班的起飞 一个在美航的员工 因为不满意公司的事情 他就故意破坏了这个飞机器 他就破坏这个美航班机365的电脑操作 来达到延误取飞 或者是取消航班 他就破坏了这个航班365的航班 破坏了电脑系统 以至这个飞机要延不起飞板 甚至不能够起飞 他说我希望得到多一些over time 因为我希望可以多一些超时工作的补充 幸好这个飞机还没有抵达起飞的宝道之前 那个屏幕就显示出飞机有故障 而必须折返 幸好飞机在跑到上面没起飞之前 电脑出现了飞机有故障 他们要回回头 经过FBI监控录像的调查 就把阿拉米给抓了起来 那经过联邦调查局的监控调查 就将这个职员阿拉米捉了回来 控诉他破坏飞机 就控告他破坏飞机 把150个乘客的生命处于危险的状态 就150个乘客的生命安全 放在一个危险的状态 这个阿拉米机械师 就正在面对一个问责的原则 那这个阿拉米机械师 因为他需要按照美航公司 聘用他做机械师的要求 把飞机能够维修得好好的可以起飞 因为他应该按照美航的要求 将航班维修得好 以飞机可以正常的起飞 当他破坏的时候 他就要面对问责 就要面对控诉 破坏的时候要面对问责 面对被指控 上帝给我们各种不同的资源 都是从他借来的 我们也必须有一个问责的责任 我们面对神所给我们 所借给我们的 我们都有一天要向神 面对他的交证 然后第四呢 就是奖赏的原则 第四呢 就是奖赏的原则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十四节 我们也一起念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这一段经文特别提到 在这个保罗的时代 哥罗西的教会的仆人 怎么样服侍他们的主人 这个就是保罗的时代 讲到哥罗西的地方的教会 那些仆人呢 要怎么样服侍他的主人 他说你们去做的时候呢 好像要做给主看 他说你做的时候 好像要做给主来看 你们去上班 好像是为耶稣而上班 你们上班是为耶稣来上班的 因为你们必从主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 因为你一定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作为赏赐 我们忠心的服侍竟然得到上帝的奖赏 我们忠心的服侍居然得到神的奖赐 你有没有觉得太不可思议呢 你觉得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因为这些明明是上帝的东西 就是这些明明是神上帝的东西 是他委托我们去管理的 是他委托我们管理的 我们管理是义务是责任是应该的 我们管理应该义务是责任是应该的 干嘛需要奖赏呢 应该还要奖赏呢 但是上帝这么爱我们 当我们做好我们的义务 他竟然奖赏我们 但是神就是这样 当我们尽了义务的时候 他就说奖赏我们 这真是上帝的恩典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尽好我们该尽的本分 所以我们尽好我们当尽的本分 弟兄姊妹 这四个原则是我们做神的管家 应该要有的圣经教导 这四个原则就是我们做神的管家 应该有的原则 一个是所有权的原则 一个是所有权的原则 神拥有一切 神拥有一切 第二是净责的原则 第二个是进责的原则 我们要忠心 第三个是问责的原则 第三个是问责的原则 我们要交账 我们要交账 第四个是奖赏的原则 第四个是奖赏的原则 我们要从主领受 他给我们的奖赏 可以从主领受 给我们的奖赏 在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里边 我就把它用一句话 把它总结起来 今天顺势我们归纳成为一句的话 当我们愿意去履行 基于创造论的管家职份的时候 一个蓬勃的教会 就必展现出舍得给的指标 这是上帝给我们做一个蓬勃的教会 要努力去履行的这个指标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蓬勃教会 神秘我们要尽责去履行的一个释分 爱得深 活得真 活得真 现在是舍得给 现在就是说舍得给 然后下个礼拜是出得去 下个星期讲道出得去了 你有没有发现前面两个很重要 你有没有发现前面两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爱主爱人 爱得深 如果没有好好地活得真 如果不是好好地活得真 把上帝的教导 把上帝对门徒的要求给活出来 将耶稣的教导们和他要求 很真诚地活出来 我们怎么舍得给啊 我们哪里会舍得给啊 人都是自私的嘛对吗 人都是自私的是不是 人觉得越多越好 才有安全感 自己觉得越多越好 有安全感 怎么舍得把十一奉献出来呢 怎么舍得把十一奉献出来呢 怎么舍得把十一奉献出来 去服侍主呢 你看这是一个一个建造下去 你看这几个是一个一个的建造上去 你先爱主爱得深 你先爱主爱得深 爱人爱得深 爱人爱得深 也愿意活出一个门徒真诚的生活 也愿意活出门徒真诚的生活 当我们谈到舍得给的时候呢 你就比较愿意也肯 把上帝给我的资源 借给我的资源 能够还给他 当我们愿意 跟着我们讲到舍得起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将神所借给我们的 我们愿意奉献出来 还什么美食 那我要用几方面来跟你应用 我们有几方面的应用 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 用我们的才干做一个好管家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才干做我们的好管家呢 我常说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呢 经常是有这个许多的专业人士的 一个聚集的地方 我们好多人都接受过不同专业的训练 我们好多人接受了不同的专业的训练 然后每一位信耶稣的人呢 我们都从圣灵领受了一些的恩赐 我们信耶稣的人都从圣灵领受了不同的恩赐 因此我们在这儿是有非常多的资源的 所以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的资源 但是你要舍得给啊 但是你愿意舍得给啊 我们教会也在努力地寻找五个宣教的伙伴 我们在想会不会是巴拿马呢 还是蒙古呢 外蒙古呢 或者是肯尼亚呢 是不是肯尼亚呢 或者是印尼呢 或者是印尼呢 我们觉得上帝在这几个地方给我们一些的感动 神在过去给我们有感动在这几个地方 我们希望跟他们建立一个美好的伙伴的关系 我们希望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伙伴关系 因为我们有资源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资源 那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用他们所训练的专业 可以去服侍不同宣教工厂的需要 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专业 去帮助一些宣教工厂上面不同的需要 我们当中在医疗界里边工作的弟兄姊妹 可以用你的医疗知识去帮助在发展中国家的乡村 那些偏僻的地方的医疗 很多医疗专业的资源可以运用你的知识 在一些乡村的地方来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 我们的工程师可以去到那些发展中的国家 帮助他们把他们应该建设一些基本的设施 给建构起来 工程师们都去到那些地方 帮我们基本的知识建立起来 我们当中的这些资讯科技的弟兄姊妹 电脑方面的弟兄姊妹 可以去到那些需要学习这一方面赶上时代的那些地方 能够传授这些知识给他们 这些资讯电脑专业的可以去到那些地方 帮助他们赶得上这个时代的信息 我们当中在教育界里面服务的弟兄姊妹 可以用上帝给我们的教导的这个能力 能够提升当地的教育水平 我们有教育尊业的地方 我们可以去到那些地方提升当地的教育水平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爱得深 因为爱得深 爱神爱人 因为爱神爱人 因为活得真 因为活得真 给他们活出来 要真实地活出来 那我们才会舍得给 跟着我们就愿意给了 弟兄姊妹不单是说到在这些宣教工厂的需要 其实不单是说到这些宣教工厂的需要 多数的弟兄姊妹都还在上班 很多弟兄姊妹还在上班 你们的职场你们的办事处就是你的宣教工厂 你们的上班的地方即场就是你们的宣教工厂 你看我们从教会的大门前门后门出去的时候 在地上有一排的字叫做你们正在进入宣教这个场地 当我们在教会的正门后门出去的时候 看到有个牌子写着 你们正在进入宣教工厂 因为在提醒弟兄姊妹 我们离开礼拜堂的时候 不是说阿拉我跟耶稣再见了 我下个礼拜再来见你 我们不是说离开教会的时候 耶稣拜拜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因为信仰不是礼拜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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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天与耶稣同行 而是每一日与耶稣同行 当我们离开礼拜堂的时候 我们继续把这个信仰活到家庭 活到灵舍 活到办事处里面 就是我们离开教会之后 我们将信仰活到家庭 会在我们上班的地方 这个才难 这个才是难 多数人一个礼拜工作 最少四十到六十个小时 很多人上班一个星期 四十到六十个小时 你三分之一的人生 都摆在职场里面 你知道吗 三分一的人生放在工作的地方 你跟办事处同事见面 一起做同事的那个时间 比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还要长 你在工作的地方 和你的同事见面的时间 你在教会底下 会更加多更加长 你怎样可以在那个地方 活出你的信仰呢 你怎样在那个地方 活出你的信仰呢 在职场有的时候 是很有满足感的 在职场上面 有些很有满足感 能够做你爱做的事 因为做到你喜欢做的事 但是在职场里面 有的时候也是很有挑战的 但职场上面有时候 都很有挑战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能够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都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也不是每一个人 能够找到一个 大家可以合作的团队 不是大家都找到一个 可以好好合作的一个团队 这种权力斗争啊 关系的紧张啊 张力啊 冲突啊 也常常出现在职场里面 很多权力斗争啊 当然也有可能会面对 被辞退的那种压力 有时候都面对 可能被辞退的压力 但是你用三分之一的人生 在那个圈子里面学习啊 你周遭的朋友也在看这个基督徒 怎么样办事做事 你周围的人都在看 你这个基督徒怎么做事呢 你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 他们在看 你跟上司下属的关系是怎么样 他们也在看 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 当你面对办事处的政治的时候 你怎么去面对 面对挫折 面对办事处的政治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你个人也会面对一些个人危机 你怎么样重新站立起来 你看 当我们活在这个职场当中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的护照 你看 当你在这个职场上面 这个就是你的呼召 上帝没有呼召每一个人做牧师做宣教士 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人都做牧师做宣教士 但是你的工作就是上帝给你的呼召 但是你的工作就是神给你的呼召 叫你好好做一个工程师 叫你好好做工程师 好好做一个老师 好好做一个老师 好好做一个银行界的一个职工 好好做一个银行界的职工 好好做一个餐饮业的工作 好好做一个餐饮业的工作 这就是上帝给你的呼召 这个就是神给你的呼召 我们在那个地方 能够非常好的管理好上帝借给我们的时间 我们就在那里好好地管理神借给我们的时间 我们中文堂的弟兄姊妹 好多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了 中文堂的弟兄姊妹 好多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了 我们都进入人生下半场了 你看人生上半场 我们跟上帝借了很多时间来管理自己的家 能够管理自己的事业 我们人生上半场 同时借了很多时间管理自己的家 管理自己的人生 现在是下半场了 现在下半场了 下半场以后就没有了 如果下半场之后就没有了 下半场就好好地想 上帝借给我这么多的时间 我怎么还呢 下半场就要想 上半场神借了这么多时间给我 我怎么还呢 现在 下半场不还就没了 如果下半场你都不还 就没有机会了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因此要特别珍惜 因此要特别的珍惜 我要鼓励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姊妹 不管到底你的公司 你的办事处里面的精力好不好 不论你在公司办事处的情况 如何做得好不好 我挑战你好不好 至少为你的办事处来祷告 你最低限度为你的办事处来祈祷 让上帝帮助你注入正能量在里面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资源 因为我们有很多资源 我们有圣灵所借的果子 我们有圣灵所借出来的果子 你把它注入你的职场里面 将这些注入在你的职场上面 圣灵所借的果子是什么 圣灵所借的果子是什么 大家一起背好不好 一起背吧 仁爱 喜乐 和平 仁爱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是正能量 这是正能量来的 是靠着上帝的力量能够活出来的 是靠着神的力量可以生活出来的 在我们的财干里面就活生生的把耶稣基督的生命 带进我们的职场 带进我们的生活 我们在财干方面 我们就活生生的将神给我们的财干 放在我们的工作场所 第二是财富 第二是我们的财富 所有的事物都是属于上帝的 他只要求我们把10%能够奉献表达我们爱主的心 表达我们对神的信心 弟兄弟兄姊妹说 为什么10%啊 为什么10%啊 能不能少一点啊 干嘛要10%啊 你应该这样问 为什么不是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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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一切的都是他 本来我们一切都属于他的 当我们乐意的奉献的时候 表达我们爱神的心的时候 神就愿纳我们所献上 有些问题真的是不需要问的 有些问题真的不需要问 到底我们的奉献应该是扣税前还是扣税后啊 有些人问我奉献的时候 为什么扣税前还是扣税后呢 我们应该是把那个take home的那个pay 还是我们的净赚啊 net income啊 是吗 我拿回家的那笔钱 只是说我们正收入那条数呢 那些其实当你知道什么叫做爱的生活 活的增的时候 那就不是问题了 我常说你自己决定吧 你自己决定了 怎么样是最尊重上帝的一种表现 尊重是最尊重神的决定 我要鼓励弟兄姊妹在奉献的事情上 要早早开始 学习管理好你的财物 因为上帝越祝福你的时候呢 你就越来越不容易奉献 因为神越祝福你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难奉献 因为神越祝福你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难奉献 你一个月赚五千 那么百分之十嘛 那就五百嘛 五百分之十就是五百元 那以后你赚了五百万了 以后你赚了五百万了 要拿百分之十出来 那就很有挑战 百分之十拿出来就是 是吧 是吧 一下子一大笔是吧 一下子一大笔钱 但是我们早早开始学习的话呢 那就变成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早早开始学习 这个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这个财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数 这个财富呢 是一个好的指数 到底你跟上帝的关系在哪儿 到底你跟上帝的关系在哪儿 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说什么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怎么说 他说因为你的财富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他说因为你的财富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那里 非常能够表现出我们的心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个真的表达到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教会的财富不单只是我们的钱财 财富不单只是我们的钱财 我们的牧者也是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牧者也是我们的财富 你说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 说是了好不好 你说是了好不好 不然我怎么下得了来 是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看我们有九个牧师 我们有九个牧师 我们有九个全职的牧师 有九个全时间的牧师 还有四个神学生每一个礼拜在教会工作 二十个小时 有四个的实际神学生每个礼拜 教会服侍二十个小时 还有五个行政同工 还有五个教会行政同工 一个全职 一个全职 四个是部分时间的 四个都是部分时间 你看我们多丰富在我们教会 你看看我们其实教会很丰富 那有的教会呢 连牧师都没有 有的教会连牧师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学习分享 所以我学习要分享 所以我们教会也鼓励我们的牧师 在恰当的时候 一些非常值得投资的地方 我们鼓励他们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牧师 可以在恰当的时间 能够真的去到那个需要的地方 帮助 当然原则是不能影响我们的操作 是吧 基本上就是不可以影响我们基本的操作 也不能九个人一起都不见了 都不能九个人一起出去 但是我们愿意分享上帝给我们教会的财富 但我愿意分享神给我们教会的财富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最公平的 那时间是很公平的 你说财干有的人多有的人少 财干有的人多有的人少 你说财富有的人丰富有的人贫乏 财富有的人很丰富有的人不够 按照个人的能力 按照个人的能力 时间很公平 那时间就很公平了 每一个人都一天24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一年365除了 这个叫什么leap year之外 就366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24小时 那一个星期七天每年365天 不管你是男士你是上班 没有上班 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都是24小时一天 时间是最公平的 大家拥有的都一样 唯一的差别 就看你怎么管理吧 看看你的时间表 就知道你的优先顺势在哪儿 看看你的时间表 知道你的优先顺势在哪儿 上帝对我们时间的要求是怎么回事呢 神对我们时间的要求是怎么样呢 在财务上的奉献是十分之一 在财务上面是十分之一 有人说在时间的要求是七分之一 在时间上面是七分之一 一个礼拜七天 一个礼拜七天 最后一天是所谓主日 最后一天就是主日 那一天是属于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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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七分之一 那这个是一个给你参考的一个考量 这个是给你参考的一个数字 那在我们的时间表里边 你一看就知道我的优先在哪儿 你看你的时间表 知道你的优先在哪儿 我的价值观在哪儿 我的价值观在哪儿 什么对我重要 什么对我不重要 一看就一目了然 哪些事对我重要 哪些不重要呢 看你的时间表就知道 上帝给你智慧 怎么样的好好管理给你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求神 每个智慧好地管理我们的时间 因为那个时间也是上帝借给你的 因为这个时间都是神借给我们的 我们也得交账的 我们有一天都要交账 然后第四方面 其实最重要就是奉献我们自己 最重要就是奉献我们自己 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说 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然后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 因为这样做才是理所当然 像格林多前书第六章说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生子上荣耀神 过来说神经第六章说 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 所以要在你身体上荣耀神 像加拉泰书第二章所说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看第二章所说的 我与主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今天当我们结束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信念 就是我要再重复的 一个最重要的信念我要重复的 我们说有的一切 包括我自己的生命和气息 上帝有所有权 就是说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 包括我自己 神有拥有权 我是跟祂借来的 今天如果这个真理真的用在 你的生命的管理上 你会怎么管理你的时间 你怎样管理你的时间 你会怎么管理你的财贡 你会怎么管理你的财富 你会怎么管理你自己 都是他 都是神 你怎么回应 你怎么回应 今天把它重新的看一看 现在今天开始重新看一看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让你的调整看得出 上帝有所有权 让这个调整之后 看得出 神是拥有所有权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管家 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管家 能够用上帝所借给我们的一切资源 来荣耀上帝 能够用神所借给我们一切的资源 能够享福我们自己 能够享福我们自己 成为活祭献上 成为一个活祭献上 能够爱的生活的真 舍得给也能够出得去 我们的生活的真 舍得给也能够出得去 奉靠耶稣的命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命祈祷 Amen